確診者不致死亡 究竟要不要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爭議點從去年六月八號 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這句話開始 陳宗彥會這麼說 是因為前年三月 中央給殯葬業者的醫療機構 因應COVID-19屍體處理 感染管制建議當中的規定 為減少風險 建議於醫院或接體車上入鏈封關後 禁送火化廠火化 常常遺體從醫院接觸後 業者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會送到火葬廠火化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實務上執行起來 就是當天就會完成這個火化的作業 不過指揮官陳宗彥就表示 沒有這樣的規定 一句話讓民怨炸鍋 因為從今年疫情高峰至今 臺北市二十四小時內火化的遺體 就有七百七十五句 而從前年疫情到現在 共火化了一千兩百零二句 亡者簽署都沒機會跟家人好好告別 連臺北市長 由於各界質疑聲浪不斷 指揮官陳時中六號在疫情記者會上再次強調 並沒有二十四小時內火化的規定 雖然整個事件是一場認知落差 但二十四小時內火化遺體的做法已經實行兩年多 並讓業者忍受家屬責難 家屬無法和亡者道別 他們心中的無奈跟痛苦 又有誰能體會 華爾新聞最後報導